同学们大家好 在咱们正式开始之前 先和同学们确认一下声音和画面 如果大家现在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看到正在分享的PPT 请在QA或者X的中帮忙回复666确认一下 谢谢大家的反馈 再次欢迎来到本期 由数据应用学院给大家带来的公开课 数据应用学院是北美第一家 以战士专业人才输送机构 提供大数据和数据科学培训 以及公司项目解决方案 咱们今天公开课的内容是 供应链大数据 会由主讲嘉宾Jason老师为大家讲解 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Jason老师 Jason老师是数据应用学院CEO及创始人 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Data Scientist Jason老师同时担任着 International Data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Association的主席 同时Jason老师也是南加大USC客座教授 在今天的公开课中 老师会和同学们分享以下的一些知识点 首先会分享一下数据分析在Supply Chain的应用场景 接下来老师会给大家介绍相关岗位的技术要求 然后会跟同学们讲解哪些领域或者公司在招聘供应链的人才 现在给大家分享的页面是咱们这周公开课的微信讨论群 如果同学们有关于数据分析的相关知识和技能的疑问 可以扫码加群讨论 如果同学们想更进一步探索数据科学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可以了解一下由数据用学院开设的最新一期数据科学家求职训练营 咱们新一期训练营即将在9月21日正式开课了 现在屏幕上展示的是咱们的报名方式 同学们可以扫描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或者直接从我们的官网报名 我们的官网是dataapplab.com 或者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号 和我们的老师取得联系 或者可以发送个人信息到treeningatdataapplab.com 和我们进行报名 同时同学们也可以进行电话咨询 我们的咨询方式是8004857918 放文章了 在咱们的公众号中 每天还会给同学们推送一些内推的工作岗位机会 以及数据科学 数据分析和算法方面的面试题 供同学们练习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扫描屏幕上的微信二维码进行关注 现在学院和AIP进行深度合作 给同学们提供数据类软件开发类求职的一站式服务 其中的特色项目是career vip项目 在这个项目中 同学们可以找到工作再付费 在求职过程中 求职辅导老师会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给同学们进行岗位匹配和竞争力分析 帮助同学们精准定位 并且老师会在过程中对同学进行全程辅导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 和求职辅导老师取得联系 我们的求职方式有 扫描我们求职辅导老师的二维码 或者通过我们的官网 aip.io和求职老师取得联系 也可以把个人信息发送到 info at aip.io 或者致电626-566-1822 和求职老师取得联系 学院现在还和国际数据工程与科学协会独家合作 给同学们提供和业内人士交流的机会 国际数据工程与科学协会简称ideas 到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多场大会 一百多场见面会 总共邀请了三百多位演讲嘉宾 有五千多位与会人士 协会中已经有注册会员二十万人 在社交平台上有两千万的关注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通过左边的链接 了解信息 学院在近期还会陆续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公开课 这里先给大家预告一下本周的几期 一个是今天下午每期时间两点到三点 会有老师和大家讲解团队合作 如何正确使用Git版本控制 再一个就是明天每期时间下午五点到六点 会有老师跟大家讲解大数据环境下的推荐系统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进行报名注册公开课 现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下期的公开课 一个是下周六九月七号每期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 会有老师和大家介绍2019年DS求职新趋势 及学员分享 一个是下周六每期时间下午2点到3点 会有老师和大家介绍学员英文算法 Coding Interview 现场直播出来给你看 再一个就是下周日每期时间下午5点到6点 会有老师和大家讲解总统选举大数据 那我们这边的介绍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今天的主讲嘉宾老师 请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同学 我是Jason老师 这里是数据用学院 我们今天利用这个公开课的时间 给大家介绍 Superchain with Big Data 就是区客链 就是这个供应链的一个Superchain 好 那么我们今天谈一个话题 就是什么是Superchain 我们要从几方面去介绍吧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Superchain它的基本的内容 包含的各个components 接下来我们会介绍一下 Superchain的管理系统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会看一下这个Superchain内部的数据流 信息流是怎么来这个控制的 因为我们来分析这个Superchain的话 我们会从一个数据分析和数据管理的角度 去看这个应用领域的 就是和数据相关包括数据工程师 数据分析师和数据科学家的一些职位 然后后边的话呢 我们会介绍几个经典的case study 就是在Superchain这个领域里边的话呢 就是应用这个数据分析呀 人工智能 还有数据科学 应用这些这个data driver的技术呢 就是在这个Superchain这里边 有哪些这个具体的一些case study 最后的话我们谈一下就是求职的问题 就是同学们如果正在这个找数据相关的工作 我觉得Superchain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那个分析一下 就是是不是可以朝这方面去发展 好第一个话题呢 就是什么是Superchain 我们这个学院的老师 我觉得非常的那个细心 这个把这个整个这个定义的这个英文呢 都写在这里 其实这是有特别的一个用心 就是希望同学们 很多的时候大家都了解一个concept 对吧 一个概念 然后但是就是在这个给别人解释 或者是工作交流 或者是interview的时候 就是没有很清晰的把这个概念给产生出来 所以我们特别就是盯住我们的老师 在准备这个PVT的时候 希望就是能够尽量的写一些文字 这样的话呢 将来同学们复习起来 能够很清晰的就是拿到一个很简单 并且把它能用过来的一个概念 好 那我们就看一看什么是这个Superchain 简单的讲 Superchain它包含什么 包含从原材料的管理 一直到这个产品 deliver到我们最终的这个用户 那么的话呢 这其中所有的这些环节 都被包含在这个Superchain里面 那么一个Superchain的话 我们认为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网络 它包含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Facilities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这个物品的这个传送 Distribution 是吧 去什么 去管理这些 比如说材料的一些运输啊 以及我们这个成品的一些运输啊 还有Sales和Distribution 然后一直包含 比如就产品 deliver到用户手里边 那么会不会产生 比如说 Return 或者是有一些Defacts 然后要去Fix 是吧 这些都是在这个Superchain里边 包含的这个内容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就是Superchain是吧 它increase all the parties involv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就是直接或者是间接的 fulfill a customer request 好 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概念 是吧 什么是Superchain 那么下边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图示 来去看一下 在这个Superchain里边 有主要哪些这个 Functionality和Components 好 我们从最左边 左上角来看 对吧 就是原材料 Materials Superchain的话 其实是从制造业的 这个原材料开始 包括原材料的采购 仓储 是吧 Pricing 溢价 到原材料的运输 是吧 这个是Superchain的这个 整个的一个 Function Cycle的一个开始 然后第二个Component 就很重要 是Manufacture 就是制作 那么制造的话 包括比如说OEM 包括比如说这种 特定这种Wander 这种制造的厂商 等于相当于把消费 原材料 然后呢 产出是什么 产出是产品 那么产品被制造出来以后 那么就进入了这个 Superchain的下一个环节 叫什么 叫Sales and Distribution 相当于就是分发中心 或者你可以叫销售中心 也可以 对于这种 大宗这个商品的运输的话 比如像Target 比如像这个Walmart 对吧 包括Amazon的这个 它的电商这个一部分 那么都有这种 就是Distribution Center 同学们如果注意观察的话 当你在你所在的 比如说Texas 或者是California 你在高速上去行驶 你大概开不了多远 你就会看到一个 就是Walmart 或者是Target 这么一个Distribution Center 这个主要是什么 就是说大宗的这个商品 它为了更好的 这个Fulfill 这个一个区域里边的 这种销售 那么它建立这么一个 分发的中心 主要是处于什么 就像是一个 转接的一个仓库一样 下一个的话 等于相当于 你从这个分发中心 就是Distribution Center 这个产品出来之后 你实际上你是有到什么 你是有到这个 就是你的Sale的这个Destination 那么Sales的Destination的话呢 分几种情况了 第一种比如说 你直接到了比如说Target 或者Walmart 在这个City里边的这个门店 就是它Local的这个Store 包括比如说Walmart这种 比如说Neighborhood这种店里边 或者Target店里边 是吧或者7-11 对吧 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是比如像Amazon 对吧 那么Amazon的话呢 它有可能是通过Distribution Center 我们在这个网上购物 直接这个产品就Deliver到 你这个加门口了 对吧 这个这也是一个Destination 也就是说商品它是通过什么 它不是从Manufacture直接Ship到这个我们自己这里边来 它是要通过一个物流网络 就是Supported这么一个网络 大部分情况下呢 是通过一个分发中心 对吧 然后之后到这个我们这个用户手里边 或者到这个什么 到这个就是分销商的这个手里边 对 那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说 在用户手里面会出现一些特别的一些case 比如说有一些DFacts 就像我们拿到这个商品以后 有些DFacts 那么的话呢 用户有可能会办理一个Return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其实这个整个这个物流的网络 就是这个Supported Chain的话 这个供应链的话 那么它也在这个产生作用 或者呢 比如说Target这个店里边 有这个Return 比如说我们会把东西是吧 Return到这个Local这个Store里边 或者是有一些商品就是卖不出去 是吧 包括要Recycling 对吧 等于相当于就是要退回到厂项 或者是相当于重复使用 是吧 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环保的一些措施 对 那么这些的话呢 其实也Trigger了这个Supported Chain里边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能 这个呢 是在物品已经Deliver到这个Destination之后 然后接着呢 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就是 纯的一些垃圾产品的产生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产品如果卖不出去的话 其实可能大家就直接 对厂商来讲 他也不会去回收 就直接进入这个垃圾了 对 所以的话就是大家会有一个通过这个图的话 我觉得至少你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就是很重要的几个parties 第一个叫road materials 就是原材料的这个部分 包括采购 溢价 是吧 运输 是吧 仓储 这些都是跟这个原材料有关系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是manufacture 包括制作 仓储 是吧 然后还有你在这个manufacture的这种 根据demand and supply的这个需求 对吧 进行这个生产量的调控 然后产品好了之后下一个就是什么 distribution center 就是相当于产品你要怎么样 要到一个分发中心 这个是呢物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 就是你的物流 整个物流的这个 superchain的工作效率 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 然后最后的话 deliver到门店 deliver到这个真正的consumer手里边 下面呢还有一些 比如说recycle啊 reusability啊 这些还有一些 比如说return for defects 对吧 这样的话等于就构成了整个 我们superchain的一些components 那么我们介绍了superchain以后 那下面给他们介绍一下 什么是superchain management 就是什么是这个 什么是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供应链的这个 一个管理系统 那么供应链的管理系统的话呢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 management of a network of all business proces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实际上它是一个管理系统 去管理整个separate chain 是吧 你可以说 比如说是一个物流的一个管理 对吧 它的所有这些business process和activity 那么从原材料到最终的 比如说我们的return for defects 对吧 那么它把这些都管理起来 因为在很多的情况下呢 就是从企业的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地方其实superchain management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工作机会了 就是一个是企业 是吧 如何去 优化自己的这个物流网络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一些物流网络的这个系统提供商 比如像这个 嗯 sap 像这个peoplesoft 对吧 他们这个erp系统里边 都有这个关于这个s&d的这个model 就是sales and distribution 就他们也会有大量的这种 嗯 岗位的需求 就是提供这种软件服务的 包括一些consulting的一些 所以的话 就大家在清楚了什么 什么是superchain之后 下一个就要知道 什么是superchain的management 那么management的话 它实际上是什么 它是说让我们最好的去 优化整个的business process 比如说如何去减少 你的库存 那么这个库存包括 你成品的库存 以及你在manufacture里边 原材料的这种库存 对吧 还有第二个的话 就是distribution 你如何高效 最大效率的 就是说去完善你的物流网络 让你的物品从用户下单 是吧 fulfill the service 然后之后到用户手里边 尽量的能够去做到快 对吧 还有的话呢 就是你如何能够去怎么样呢 就是说更好的去优化 这个用户体验 包括用户拿到商品以后 一些defacts的处理 以及一些return的处理 因为用户不一定说是因为defacts 对吧 有问题才去return 可能他就是不喜欢 尺码不合适 或者是whatever 什么原因 对吧 那么区块链的管理系统的话呢 它是把所有这些环节来进行通过数据 data driven的话 数据驱逐的方法 能够的话怎么样更好的去管理起来 提高效率 那么我们刚才介绍了什么是surfer chain 什么是management 对吧 那么下面我们同学要去清楚一概念 就是说作为数据分析来讲 或者是作为一个数据相关的一个professional 就来讲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能够去做什么呢 对吧 就是第一个的话呢 像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就是surfer chain的business analyst 就是一个surfer chain的一个商业分析师 那么他做什么呢 他做几个事情 第一个collect and analyze data 就是去收集和分析数据 对吧 那么他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说 我通过这种data driven的方法 去imput 去提升 去改善 organization是surfer chain operations 等于上来就是提升整个的 这个物流网络的什么 它的效率 是吧 它的 比如说 用户体验 是吧 比如说 它整个网络的这个 ROI 就是我们在这个 网络里边的 比如说企业的一些 reduce cost 增加这个profit 是吧 因为revenue 跟这个surfer chain 其实关系不大 reporting to department chaint 等于上来这里边 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 就是你要去generate 或者是design reports 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你可以想象 从Walmart Target这种公司 Amazon这种公司 是吧 你可以还可以 还有一些小的一些 比如说在户外产品 对吧 我们最近有一个同学 去一家公司 有一个户外的产品 非常的简单 门店也不多 但他们仍然非常unique的产品 manufacture都是在 就是世界各地最好的这个 就是原材料最好的这个 manufacture进来的 那么他也要去 一个小的公司 也要去产生很多的这个 管理方面的一些流程和数据 那么作为公司的这个 整个的运营来讲 他需要看到一个reports 这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 business运营的一些情况 所以综合起来 你看到就是在这个 separation这个领域里边 你看你包括什么 包括采集数据 产生报告 分析 是吧 分析就为什么 为提升和改善 这个separation的这个operation 在进来的一些趋势里边 其实我们作为数据分析来讲 很多高级的一些算法 比如说AI 比如说marchile learning 是吧 被广泛的运营在这个separation里边 为什么 因为要去做什么 做prediction预估 因为整个separation的 它的核心呢 其实就是在分析 separation的supply 对吧 就是供需之间的这种 如果你能够有一个技术 能够把这个供需 能够预测出来 也就是把运户的需求 运户预测出来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 能够去优化我们的 比如说从manufacturer 这个角度来讲 如何去减少这个原材料库存 如何这个就是高效的 利用我们的生产能力 去生产perfect 就是我们市场需求的这个 产品的数量不造成浪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个 distribution的这个系统 对吧 如果你有一个预估 你能够大概知道 比如说 Texas是吧 三个大的城市 Hilton Dallas Austin 对吧 在这么大的一个地理范围之内 那么 这是三个最大的城市 如果你能够预估出 这些主要城市 它的这种需求 是吧 还有周边它的这个 Metro 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周边 这些satellite city的这种需求 那对于你去优化整个的这个 distribution center的这种分布啊 包括运输啊 包括调配啊 都非常的有有意义 所以一方面数据分析师 承担了一个简单的工作 是吧 采集整个business process里面的一些数据 然后reporting报告 就是整个business process运行的一些方 一些现状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去优化这个整个运营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高级的工作呢 其实我们是用一些 非常先进的一些技术 帮助support chain呢 去怎么样 去做到 能够预估出这个就是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 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吧 做一些modeling的工作 这样的话大大的提升 对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在整个的support chain 它的这个数据流 或者叫这个信息流 对吧 它是怎么去流动的 因为在很多的情况下 你要想 比如说我们懂 我们懂R 我们懂数据库 我们懂statics analysis 我们懂回归分析 对吧 那你要想把这些technology 应用到一个business case之后 你下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你怎么去懂 这个business process 对吧 那么你懂这个business process 我觉得有几个东西非常重要 第一个比如说 我们以前给他同学们介绍的 比如说 user的journey 对吧 就是等于是用户使用你这个产品服务 是吧 那么它的这个用户的一个流程 对吧 今天呢 就是在这个support chain的部分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information floor 就是它的你的信息流动 或者叫data floor 你的数据流是如何进行的 好吧 数据流我们简单的来把它分成什么 分成三个流动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就是说你的材料 一个是什么 你的information 信息 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你的finance 财务状况 比如说你的具体的这些revenue 是吧 还有你的这个money 是怎么去流动起来的 这里边我们一共有七大模块 第一个是什么 是render 第二个是sourcing 就是你能获得的这个就是资源 对吧 就是你的比如说你的原材料啊 什么你的这个提供商啊 然后inbound outbound 这种storage 是吧 包括比如说你的 主要是指你的这个就是仓储了 然后还有operations 还有呢 什么比如说outbound storage 就是出去 还有consumer distribution 就是你的分发中心最后是到这个consumer 或者到门店 对 这是七个信息流的一个方向 但是你会发觉从sourcing的角度来讲 它是从左到右 对吧 从提供商原材料提供商 对吧 一直到你最终的这个consumer那里 就是你的真正的customer那里 对吧 然后material floor 就是你的材料的流动 比如你产品的运输 是吧 这个的话是从左到右 这个跟整个sourcing的这个运营的这个 floor的方向是一致的 但是其中information floor 就是你的数据的方向 其实你看到它是双箭头 那也就是说 这个七个主要的这个parties 他们之间的数据流动 是双向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吧 就是你的consumer distribution和consumer之间 就最后这两个模块之间 对吧 理论上来讲 信息数据是吧 是从distribution 就是你的分发中心 比如你某一个产品有多少 对吧 那么的话呢 这个的话你会通知给 或者分享给你的门店 对吧 你的门店 那么你门店这边 通过分发中心 就是通过比如通常 经常看的那种trailer是吧 进进来 那么他得到这个信息之后 他还要把什么 还要把他这个销售的这种情况 就是多少人消费了多少双袜子 对吧 你的袜子的库存还有多少 就在你门店的库存还有多少 那么这个信息的话呢 要反馈给反馈给这个 consumer的这个 等于反馈给的distribution center 对吧 我记得一篇这个文章里边讲 就是说 现在的色牌称的 Walmart 这个色牌称的这个精度 在Texas这一块的话 就是一个这种分发中心 他对于门店的控制 可以说就是 大小不会超过 误差不会超过十双袜子 所以就是说 他们之间这种数据的分析 和数据的监控的准确性呢 就是误差不会超过十双袜子 就是说你 你这个销售的区域是吧 你需要多少双袜子 他们都非常的清晰 最后一个就是 Money floor 等于你整个 比如revenue 那这个非常清晰 因为revenue怎么样 主要是在什么 在哪个环节去产生 主要是在这个销售的环节去产生 也就是到什么 到你这个门店里边 去买东西的 或者是在Amazon上面下了单 是吧 你deliver给这个用户 是吧 所以这个Money floor 是从用户那边付费开始 这里边每一个环节 其实都在分享 整个的这个revenue里边的这个比例 你比如说你最早的那个 最左端的这个manufacture 对吧 就提供这个制造的这个商 那么它的这个revenue从哪来 还是从就是整个这个 你的销售的这个 48千的销售的这个网络里边 好那我们就这三个floor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是material floor 它包括什么 它包括就是说 从这个producer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叫manufacture 对吧 到这个consumer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 它是从最左边到这个最右边 对 那好 那么它的这个主要的拆定是什么呢 作为这个原材料的这个流动 它主要的拆定是在什么 就是说 你如何能够去 maintain一个高效的一个什么 就是inventory 等于相当于就是你的库存 是不是能够尽量的降低库存 然后呢 第二个的是什么 就是能够让它们迅速的流动起来 这里面包括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你的库存是不是要减小 减小库存标志什么 标志就是说 你没有那么 你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这种采购量 把它存住起来 但是你的库存的话呢 可能还要good enough for manufacture 就是你至少你的原材料的库存 和你中间这些 所有这些这个材料的库存的话 那么都至少可以去support你整个的生产 对吧 你不能太多 太多的话造成这个积压浪费 太少不能支持manufacture 但是问题是更大 你不能等于是 你不能给运户提供这个 足够的这个商品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你如何move that quick 就让这个原材料在你整个的 support chain里边有效的流动起来 对吧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material floor里边的一个挑战 如果结合这个挑战的话 你会靠后边会看到 我们介绍就是说数据分析 在这里边的一些应用 去解决这样的challenge information floor 我们刚才看到了 information floor什么 它是双向的 也就是每一个 这个support chain的环节里边 可能是从它的上一级环节到下一级环节的信息的流动 也包括下一级环节对上一级环节的信息的反馈 对吧 它是一个双向的 包括什么东西呢 这里边的信息以及data 对吧 包括什么 比如包括我们的request for quotation 比如说你的需求的一个cote 比如我需要多少双袜子 对吧 还有一个比如说你的一个报价 对吧 都是报价在里边 purchase order 等于就是说 用户在Amazon上面下了一单 是吧 或者是你的一个分销中心 你的一个门店 你的一个 就是本地的一个分销的一个店 它的一个 purchase 对吧 然后monthly schedule 每月的比如说 它的一些 比如说你如何去deliver这些货 每个月它的这个 商品的销售的这种 比如说报告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 一些engineering的一些需求 还有一些比如说 用户的一些quality complaints 这用户的一些feedback 比如说用户抱怨一些defects 还有就是reports reports什么 就是supplier performance from customer side to supplier 等于就是你的用户的这个购买需求 用户的使用需求 和你这个供应商之间这种performance 这种报告 对吧 这个就是信息 信息流里面包括的一些这个components 那么信息流的话 这个就和我们数据 非常的有关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这些信息 都可能被我们translate 就被我们翻译成数据的形式 是吧 以数据库的方法去存储起来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呢 我们会比如说 我们会用这种matrix 就是我们的kpi的分析 对吧 指定这些matrix 然后根据这些matrix 产生这个报告 去表征我们整个这个 supplier chain的一些performance 对吧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把这些 supplier chain里面这些信息流 数据流 是吧 把它有效的保留下来 什么 做further analysis 就是进一步的这种分析 其中包括 比如说moshaling这种modeling 来去做什么 来去做 prediction 对吧 然后下一个这个流的话 信息流就是这个money floor 等下来就是你的 整个的这个financial finance方面的一些 一些信息的情况 比如这里面包括 比如说invoice 对吧 就是用户收到的这个账单 是吧 然后还有一些orders 还有一些比如说 orders的一些改变 还有一些比如说商品的一些pricing markdown 所有这些的话都应该是归结在这个money floor里面 对 好 那么我们刚才介绍了在整个supplier chain里边 它三个主要的这个信息流或者是数据流 是吧 包括比如说你的原材料的管理 包括你的这个 订单的这些信息 包括你的money 也就是你的finance方面的一些 一些信息 对 好 那么我们下面来去看看 就是一个supplier chain management 就是你一个 这么一个物流管理的一个系统 对吧 然后它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它能帮助企业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对吧 所以第一个是 maximal overall value generated 这个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帮助企业怎么样 最大化销售 对吧 就是它的这个revenue 对吧 然后的话呢 第二个的意思当于就是 去 look for sources for revenue and cost 这等于上就是说什么 做这个revenue and cost analysis 对吧 然后improve the visibility of demand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整个这个物流网里 其实你关心的 最关心的是什么 你其实最关心一个 我是否有能力能够去 洞察 或者叫predict 对吧 就是这种需求 那么如果比如说 像刚才咱们举的例子 等于像像Walmart 是吧 它可以预估到 这个 比如说对某种商品的 预估的误差 是吧 就是达到时装袜子 这么一个误差 那么这个对于企业来讲 就非常非常有利了 为什么 因为它一旦知道 这个市场的需求 那么它整个这个物流的 这个网络 是吧 从最后的consumer的需求 它可以一直推导到 前面manufacturer那边 比如关于原材料的采购 关于这个manufacturer 这种schedule 是吧 它都会有很大的这种帮助 也就是我们能够去 可以说就是这个 visibility 其实就是做预估的意思 对吧 improve the quality 这个 比如是提供 servi chain的这种 就是质量控制 然后minimize the time 这个其实就是 move things quicker 就是让整个的物流网络 是吧 就是能够 最快的运转起来 运转起来 你不就减少库存吗 减少库存 就是减少这个 cost reduce transportation cost 这地方说 等于是减少什么 运输 reduce warehouse cost 减少库存的损耗 消 这个花销 expanding width and depth of distribution 等于相当于就是 增加你的这个 distribution就是什么 就是物品的分销 或者物品的这个 从总店到这个 consumer或者到分店的 这种运输 是吧 分配 product lift cycle support rationalize supply base 然后还有什么 service orientation 就是这些的话 都是这个 servi chain可以帮助 我们去做的 对 好 那么进入下一个话题 就是说 在 servi chain这个领域里边 我们甭管是 big data也好 就是大数据也好 还是这个 data analytics也好 还是我们说的 这种AI Macelina也好 它主要是能够 帮助企业来 去做哪些事情 对吧 我们介绍几个 case study 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说 prediction 就是预估 是吧 等于相当于就是 conception and compliance 等于相当于 这个里边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说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 机器学习的一个算法 大家可以 你看我们的老师 已经把这个材料 给high-dip出来 就marshenlending这个算法 去什么呢 去 去 automatically 去predict the data of contract full consumption 等于相当于就是 你可以去预估 这个消费的 这种情况 the buyer now the buyer now identify contracts that should be re negotiated at the appreciate time handle potential subultimate conditions 也就是说 你能够预估到 这个 这些 consumption 以及 competence 之后 那么 你会 大大的 优化 整个的 business 这个process 第二个的话 等于相当于 你去预估什么 stock in transit 或者叫transportation 就是什么 一个库存 相当于是什么 就是说 你可以有一个 数据的模型 去 根据 super-anity super-anity mount的这个原理 去预估 你的什么呢 你的这个 库存的量 那么 相当于 就是说 我们使用 这个AI的 这个技术 怎么样 就是说 比如说 在一些 mobile的app 在这种 比如说 warehouse 这种manager 它的这个 desktop 这个应用 是吧 甚至于 比如说 在这个 Dock的 employee 是吧 手里边的 一些 比如说 现在你看 很多这个 spit chain 里边 各个环节 都是 没有笔和纸了 都是拿 那个什么 拿一个扫描 扫描 这个二维码 这么一个 仪器 是吧 快快快快一扫 对吧 那么你整个的什么 整个的这个 物流里边 这些信息 都会 都会被 有效的 收集起来 那么的话 我们通过 这样的技术 怎么样 去预估 stock 就是你的 这种 库存 第三个的话 等于 相当于 自动的 去什么 去support assignment sourcing 就是你有哪些 resources 对吧 有哪些 supplier 对吧 那么的话 等于是什么 就是 我们能够去 自动的 去匹配 他们之间 这些资源 也就是说 以前的话 可能有很多 这种交流的 成本 对吧 就是很多 这个人为的 因素在里边 但现代的话 等于 我们可以通过 计算机 可以通过 人工智能 可以通过 这个数据 分析这种 技术 能够去有效的 匹配 你的resources manufacture 是吧 还有怎么样 就是 pricing 溢价 对吧 这些方面的话 都是 在现在这个 supplier chain 这个领域里边 广泛的这种 数据分子应用 对 那好 那今天的 下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看一看 从人才角度 就是从 supplier chain 相关的 这种 professional 角度 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就有机会 在哪里 对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 列了 一共是 五家公司 同学们可以看到 这是最近在 Los Angeles 也就是在 洛杉矶周边的 一些 supplier chain 的一些机会 我相信 其实在 美国各个地方 包括 美西 美中 是吧 还有 美国东部 我认为都有 大量的这种 supplier chain engineer的 或者是 数据分析师 甚至于数据 科学家的 这种需求 我们先看看 左边 这家公司叫什么 叫凯瑟 就是一家 这个 health care 又有包括 凯瑟的保险 以及 凯瑟的这种 医院 medical center 对吧 它是招一个 supplier chain 的一个 manager 然后 右边第二行 SAP supplier chain senior manager acentral 那么这些家 consulting公司 SAP 我大概给同学 介绍一下 它实际上是一个 ERP的一个系统 最早是在 欧洲 就是德国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ERP系统 ERP stand for Enterprise Resources Manage Enterprise Resources Process 等于是 企业资源管理系统 它包含了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一个叫什么CRM 就是Consumer Management System 对吧 在SAP这个系统 美国这边有一个竞争对手 叫 PeopleSoft 我们也有同学在这家公司 对 这个比较特别的就是SAP 它里面其实预定了 就是所有的ERP 比如说PeopleSoft 也好 SAP 这些ERP系统 它其实都是预估了很多 就预先帮你设计好了很多 比如说数据管理的一些模块 对吧 这里面就包括Distribution and Sales 就是简称叫什么 叫SD这个模块 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Support chain的信息 对 下面就是IBM 这是一个Consultant的一个职位 对吧 IBM是一个传统的一个IT的一个巨人 对吧 但是现在的话 它很多业务 其实是和数据 罗马对吧 它有一个什么Support chain Operation Lead 对吧 这也是在这个 这个 罗兰基 也就是你看到仅仅一个城市 就有这么多的这种工作的机会 那我们来看一看 具体的 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是吧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IBM 这一个 IBM is currently seeking a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AM leader 因什么 因这个Workday Health Healthcare Provider 等于就是 Workday Healthcare 这么一个提供商 对吧 那好 那么他们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 主要的responsibility 包括什么 第一个是 Plan lead and facilitate facilitate 这种architecture workshops 然后去什么 这个complex business process 就对于这种复杂的这种 商业的这种过程 你要去什么 你要去 去design这么一个 facilitative architect 对吧 然后assist 就是帮助去找什么 帮助去 founding solutions 是吧 还有这个Work around 等于上你要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或者是一个 Workaround 也是解决方案 只不过就是 让过去的意思 就是说 Rain functional gaps 等于上就是在 Business 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小的一些 gaps 对吧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说 一些 比如说 ensure the deployment team is prepared for gather the data 也就是说 整个这是一个 软件的系统 server chain management 是软件系统 等于你要去怎么样 去保证说 我们发布的团队 他们是prepare 他们是准备好了 怎么样 去比如说 采集数据 然后去做一些 基于数据的一些 design making 那么这个像什么 像是一个 开发部门和产品部门的 怎么样 就是一个协作的关系 因为 server chain management 它肯定不会做开发了 对 但是的话 它会去辅助 这个server chain management 这个系统的 开发的一些工作 再看这个Amazon Amazon在 Santa Monica这边 也是在罗兰基 旁边一个city 了 对 它的一个 server chain的 一个职位 是这个 analyst 那么它是什么 它是说 data gathering 那你看就是这个 数据采集的工作 包括什么 包括管理系统 wender portals wender invoice 还有这个 daily production reports 你看就是什么 数据采集 create dashboard metrics KPIs 这一看是什么 相当于是 data virtualization and matrix design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support all functions of supply chain 这个是一个 废话了 你是一个 server chain analyst 你当然是 support 这个 server chain的 全周期了 是吧 provide deep analytics to identify root cores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你作为数据分析师的话 你有那个能力 能够去insight 就是能够去找到 数据里边的 这个 叫什么洞察 对吧 中文叫洞察 我也不认为 这个翻译很完善 就是找到数据里边 这个 insight 然后怎么样 去 figure 就是why that happened 也就是root cores 对吧 好 这个是 关于这个 Amazon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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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ort chain的 这个analyst的 一个情况 对 所以的话 根据上面我们讲的 这些情况 同学们会看到 就是说 首先第一个 support chain 作为一个数据分析 一个领域来讲 现在还是就是 工作岗位 还是相对比较 比较多 然后里边的话呢 包括几个主要的能力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你对于support chain 整个business process的 一个理解 对吧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 你如何去apply 你的数据分析的 这种技能 去怎么样 去服务这么一个process 当然现在的趋势是 这个support chain 越来越什么 越来越去 reliate on AI technology 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 其中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这些prediction 一些算法 如何去predict你的 比如说你的库存 你的销售 你的用户的 consumption 就是消费能力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说 比如像什么NLP 就是自然语言过程 那么它会怎么样 它会通过你 扫描一个图片 对吧 通过计算机视觉的方法 把这个图片进来之后 把它转换成文字 是吧 这个是OCR 转了文字之后 那么后边还有text mining 进一步分析 你整个的 这个support chain里面的 一些信息的一些系统 对吧 就像咱们今天开篇的时候 我一下子 我就说了一个blockchain 就是区块链 就是最近的话 区块链作为一个 fintech的一个技术 也会被应用到 这个support chain里面 因为什么 因为你support chain里面 区块链它是什么 它是说 数据一旦录入 不被更改 就它有这么一个特性 就是它的数据进来之后 它会存储在 这个区块链的 它的这个链上 就是这是一个 等于是整个区块链里面 所有用户的一个 分享这么一个数据结构 就是叫链 那么一旦你上链之后 你这个数据就 就不能再去更改 那么它这个方法是什么 去跟踪整个区块链里面 你的产品的这个运输 简单的举个例子 比如说 WOMA 对吧 它等于相当于 有这个organic的什么 这个banana 就是香蕉 但是这个香蕉是organic 但你怎么去track这个香蕉 从香蕉源出来 对吧 香蕉源它肯定是 通过各种的认证 我这是organic的这个 香蕉源 但是比如在南美 我没有使用什么这些 化肥啊 什么之类 那好 那么你怎么track这个东西 一直到WOMA的这个门店 它没有被调包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区块链技术 是可以去做到这点 这个事情的 对 现在屏幕上 就是有一些 我们书军学院的信息 以及这个Jason老师的一些信息 包括我的这个二维码 还有我的LinkedIn的这些 这个链接 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 更多的和书军学院的 老师互动 是吧 给我们来提供就是 更多的这个反馈的信息 比如说大家喜欢 听什么样的公开课呀 对什么样的这个话题是有兴趣啊 因为最近这个 这个比特币一涨 这个区块链的信息越来越多 也有同学跟我反映说 想听一听区块链的东西 对吧 所以今天我就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这个四块链里面 区块链的一个实例 对 现在我看我们的这个主持人 又把这个 把这个 一个Paul啊 给这个 给给大家这个 就是一个问卷的调查 对 大家去做一下这个问卷调查 那么的话 我也把这个屏幕的这个 显示 就是交给那什么 交给这个 我们的 主持人看有什么别的这个信息 对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话呢 就到这里 再次这个感谢我们的主持人 也谢谢今天周末还坚持学习的同学们 我相信就是你 今天这个一个小时的课程 你是对自己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投资 既增长的知识 又获得了数据经营学院这个一个50美金的一个积分 将来的话你可以用这积分来去 嗯 嗯 学习我们这个 相关的一些课程 好 我把这个屏幕交上给这个 嗯 主持人 同学们大家好 刚才看到有同学说想要再看一下我们 这周公开课的微信群的二维码 嗯 我这边再给大家放一下 大家如果有对于数据分析想要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 扫这个二维码 包括这色老师也在这个群里边 大家可以扫码加群 然后讨论 那我这边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本周还剩下的两期公开课 一个是今天下午每期时间两点到三点 会有老师跟大家介绍团队合作 如何正确使用Git版本控制 再一个就是明天每期时间下午五点到六点 会有老师和大家介绍大数据环境下推荐系统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注册公开课 那这边再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的几期公开课 一个是9月7号下周六 每期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 会有老师和大家讲解 2019DS求职新趋势及学员分享 还有一个是下周六 每期时间下午两点到三点 会有老师跟大家讲解 学员英文算法 Coding Interview 现场直播出来给你看 还有一个是下周日 每期时间下午五点到六点 会有老师和大家讲解 总统选举大数据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报名注册公开课 那我现在再把屏幕拨回到 我们本周的讨论群 大家都可以扫二维码进去 那我们今天的公开课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观看 同学们再见 再见